福特斯坎夏18加9腾讯体育10月28日训,2018-19赛季CBA常规在第四轮,广沙主场对镇江苏苏州肯蒂亚。 全场比赛,广沙队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,尤其在第三截后半段,打出一波17-0大高潮。 最终,广沙在球场以110-85大胜江苏苏州肯蒂亚,继续保持固败金身。 CBA广东行新疆夺死连胜而言23加10区安分警察时分本场数据全场比赛,广沙在篮板上以42-39略微领先江苏。 助攻上双方为29-18,在投篮命中率上,广沙51-43高于江苏,三分球命中率上,广沙也以36-25大幅领先。 球员数据上,广沙5人得分上双,勃洛西斯得到19-11篮板贴助攻,福测森18-9助攻,孙明辉14-6篮板,苏若玉依2分,以金龙10分。 胡金秋9分4篮板,江苏三人得分上双,戴森27分,拉杜丽查18分11篮板,吴冠西12分7篮板。 本场最佳,波洛西斯19-11-7全场比赛,波洛西斯12投机中,3分6中3,看下了19-11-7的全面数据。 本场交点历史数据辞意过后,双方历史上共交手29次,广沙一时其胜12负,占据优势,复出。 广沙队大外援波洛西斯本场比赛复出,水花兄弟。 第二节中段,波洛西斯和李金龙连进四季三分,一波流,第三节后半段,广沙队打出一波,十季更名的超级冲击波,一曲相分差扩大到32分。 比赛回顾手节比赛,无关系勾手打成首开记录,福特森回进反击上篮,二到二,之后双方互有得失,苏若云造反规两把钟以后,拉杜立查中距离民众,七比十,将苏的领先,之后无关系上篮再进。 三福特森还一跳投,林志杰上篮投进后,13-12,广沙队首次反超,几个回合后,胡金秋,内线的手,史洪分上篮命中回应,赵银浩反手上篮命中后,22-10有,之后刘正上篮命中。 波洛西斯反过来两把都有,随着刘伟打出2加1,首节比赛结束,广沙阴28-19暂时领先9分,次节,刘正采线3分命中率先打开局面,拉杜立查转身上篮的手环以颜色,比金龙和波洛西斯连续3分得手后,36-21,江苏队请求暂停。 暂停过后,毅力造反归两把中一,之后波洛西斯和李金龙再度开过3分,戴森会也3分也净,44-29,广沙队领先,福特森三分命中后,毅力两分打进,之后戴森再进一球,双方互有得失,孙明辉二次进攻打进后,毅力追身三分命中,53-39,广沙队领先,之后居鹏造反过来, 归两把都有,拉杜立查最后时刻连得4分,半场比赛结束,广沙一55-43已经领先12分,一边再战,戴森开局连得8分。 波洛西斯回见勾手投进,之后胡金秋中距离得分,福特森三分投进后,64-51,此后拉杜立查回应命中勾手,胡金秋抛投命中后,波洛西斯再进空接,73-56,广沙队领先,此后戴森设进三分,孙明辉打成二次进攻后,三分再打进,81-59。 广沙队已经领先达到22分,之后广沙队手感火热,孙明辉,孙若宇连续命中。 波洛西斯空位三分射进后,广沙队打出一波17-0,91-59,最后时刻里人愉快下报篮命中,第三节比赛结束,广沙91-61领先达到30分,最后一节,孙明辉上栏率先得手,接着孙若宇连续得分。 此后,孙若宇连续也将,广沙队又打出一波10-0,101-61,广沙队领先优势已经达到40分,此后那肚立查补蓝命中,李渊与空位三分打进,之后将苏队奋起直追,照圈周一条龙上来打进后,101-70,将苏队还了一波9-0,之后,戴森两把都有。 孙明辉三分射进,带三界掩护三分在进后,108-81,最后时刻,李金龙上来打进后,吴冠西抛头领重,全场比赛结束,广沙以110-85大胜江苏,双方首发广沙,福特森,赵延昊,林志杰,胡金秋,苏若宇江苏,侯一凡,曹飞,伊丽,拉杜丽查,吴冠西下轮队正常规赛第五轮, 10月31日,广沙客场对阵北京队,江苏江客场对阵上海,千锋铃。